Hello,大家好,我是阿廷彼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仔 天秤座的朋友们的11月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势的部分 在这个11月里面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工作运势相当好 都记得多把握哦 在11月7号到11月18号 还有11月23号到11月30号的这两段时间呢 都是天秤座的你在工作上 特别顺利表现很棒的时间 如果天秤座的你呢 是同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两段时间当中呢 会有更加优异的表现哦 销售的数字跟成绩都会让你的主管相当满意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11月份里面呢 财运可以说是好坏餐版的哦 不过投资运在这个月真的不太好 所以在做投资理财的部分要特别小心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 也就是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在不动产相关的投资买卖方面 运势是相当良好的哦 容易会有很好的获利 另外是在这个月里头呢 如果天秤座的你要找房子的话 也很容易找到价格合理 物况良好的物件 那在11月7号到11月18号 以及11月23号到11月30号的这两段时间当中 天秤座的你如果是自己开店 当老板自己做生意 做网牌 做副业 或是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呢 生意都是相当新浓的哦 会多赚到很多的钱 记得多把握哦 那在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上面 是相当良好的哦 那我会在这方面呢 容易会有很好的斩获 另外就是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呢 会有意外之财入手 可以去买张彩券试一下手气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如同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哦 要比较小心的是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上是很不好的 特别是11月11号到11月19号这段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在做任何投资理财决定之前 一定要思考清楚 在这段时间里面 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呢 是很喜欢买东西哦 买起东西来呢 就会停不下手高线 特别喜欢买很贵的东西 那我当然是建议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里头呢 要好好地控制一下自己的花费 最后呢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财务遗失的几率也是相当高的 出门的时候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保管好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在这个11月里面呢 天秤座的同学们在大考号正早考试相关的考运上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多努力认真念书 等就会有更好的成绩哦 那在小考号校内考试的部分 像11月1号到11月24号 也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哦 天秤座的同学们呢 在小考号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那只要不要太爱玩多努力一点的话 考试成绩应该都可以维持在还不错的一个状态下 那要好好把握的是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小考号校内考试方面考运是相当好的哦 天秤座的同学们记忆力理解力都很强 那在学习方面呢 表现上当然也就是更好 更容易拿到很好的成绩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桃花运真的还蛮差的 好桃花大家都集中在月底那段时间啦 那其他时间烂桃花出现的几率是有点高的 要特别小心哦 这个月里面呢 桃花运最好的时间是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就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秤座的你呢 容易认识 和你很有话聊聊得很来的好对象哦 那遇到喜欢的对象记得主动出击 成功几率其实是还蛮高的 那如果天秤座的你呢 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不要太害羞 多主动和对方聊一些你想要聊的事情哦 感情发展进度呢 也会更加神速哦 那这个月里头要特别注意的时间是 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哦 在这前20天里面呢 其实天秤座的朋友们 桃花运真的很差哦 烂桃花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 那这20天里面呢 出现的烂桃花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想要从你身上骗财 又想要骗色的类型 天秤座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判断 避免发生人才两失的情况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前半个月 11月1号到11月13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波折啦 甚至于是有一点无聊哦 那从11月14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呢 是这个月里头经营感情的黄金时间哦 你和另外一半呢 在这段时间里头 床上运动的品质是相当良好的 多做一点 或者是多和另外一半研究一些新的情趣 其实都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呢 越来越火热 感情也会越来越好哦 那在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沟通互动是非常愉快 非常良好的 很适合安排一些约会 也很适合和另外一半多聊天多谈心 多了解一下彼此之间呢 对很多事情的想法 那当然也会引起呢 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好 而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还蛮适合道歉或是解释误会的 如果你之前做了什么对不起另外一半的事 或者是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的话 就趁着这段时间呢 一一解释清楚 也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变得更美好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天秤座的朋友们在接下来这个月里头 交通运大致是中等的 那偶尔会有几天交通运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提醒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9号呢 是这个月里面呢 健康运比较不好的时间点哦 那天秤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的是心血管 喉咙 肩颈 复刻 还有泌尿系统的健康 如果任何不舒服的话 要尽快就以检查治疗 另外呢 是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 也很容易会有触电 或者是会有烧烫伤的情况发生 使用火焰 高温物品 点齐用品的时候 天秤座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安全哦 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秤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